由李俊浩、李世荣主演的人气古装剧《衣袖红香边》,在不久前已播出大结局,但依然热度不减话题持续延烧,在剧中担当女主成得任的李世荣,更凭借着出色的演技,以及与李俊浩两人之间超高的化学反应而受到大家的关注,出道已久的他近期更因多变的造型受到寒往热议,究竟是怎么一回事? 好奇的粉丝们赶紧看下去Photo from TV and Photo from SBS,Photo from NBC从童星时期开始,就已出色的演技,清纯的脸庞而备受关注的李世荣,近期更因为绣红香边的爆红,而成了近期大家讨论焦点,出多年的他不仅有许多不代表性的作品如《花油》、《医生耀汉》、凯尔欧斯等,剧中多变的发型更引起了韩网们的出品。 Photos from Instagram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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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其中大家讨论度最高的非中长发莫属。 从李世荣A格上所发布的照片可以看见,近期的他正是中长发的造型,不仅能够凸显出李世荣天生精致的五官外,更带给人端庄,优雅,干练的气场,额头中间稍微露出的碎发也。自然,带人给人一种俏皮可爱的氛围相当适合。 世荣,也是近期在韩国相当流行的发型之一。不,倒想换什么造型的朋友,这款经典不败的中长造型,不妨可以考虑一下。 Photos from TV and photo from Instagram Photo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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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from Instagram 不外更多相关张一秀红香编李世荣同兴出道20年等比例长大时期经典作品盘点,曾盼过海染经发立刻来follow我们的Instagram的kdaily。